在长沙楼市的最新动向中,近期市场发生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变化。 长沙市开服区黄兴北路片区于12月12日诞生了一块新的帝王,位于湘江大道以东、湘雅路以南、黄兴北路以西的一线临江地块,总价高达27.58亿元,溢价率高达36%。 这一成交引发了业内广泛关注,被认为或将成为长沙首个单价突破4万元每平方米的项目。 然而,与此同时,长沙县出让的8块土地中5块住宅地块却以底价成交凸显了市场分化之严重。 分析人士指出,国企在争抢地块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地方城市希望通过地产活动刺激楼市回暖。 这种现象在全国范围内也有体现,帝王的出现对市场起到提振作用,但也存在成本上涨,购房者压力增大的问题。 与长沙的地产市场波动相对应的是,长沙人设崩塌的现象逐渐显现。 帝王模式虽然曾是推动楼市升温的一种手段,但在当前环境下已经难以为继。 由国企承包的帝王,背后更像是一场自导自演的游戏,依赖国资的房企兜底,显然不是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而原有的涨价推库存模式,对于长沙人口以空空的口袋来说,可能会让市场陷入尴尬境地。 随着民企纷纷纷努力降价卖房回笼资金,国企,央企和地方城投成为争抢地块的主力,地产市场的发展模式出现了显著变化。 然而,不仅长沙地产市场发生巨变,青岛二手房市场同样出现引人关注的动向。 在青岛,二手房价格持续下跌成为市场的关键词,成交量创下五年来的新高,而房价却持续下跌。 业内人士分析指出,青岛二手房市场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是卖家普遍愿意降价出售,市场给予购房者充足的挑选时间。 青岛二手房市场的波动一直是今年市场的最大感触,早年市场活跃,但热度来得快去得也快。 近几个月,青岛楼市突然熄火,成交价格也随之回落。 由于买家对市场的谨慎态度,卖家纷纷降价出售,导致青岛二手房市场出现了明显的价格下跌。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1月,青岛二手房价格环比下滑0.6%,同比下跌4.8%,成为整年8连跌的趋势。 这一市场现象的背后,除了价格下跌外,青岛二手房市场挂牌量持续攀升。 9月份,青岛解除了限售政策,导致次新房业主着急解套,二手房挂牌量激增。 青岛二手房市场的流动性仍在,房源数量逐渐增加,而成交量则在不断攀升。 这一情况,与长沙地产市场一样,市场分化严重,带动了青岛二手房市场的成交活跃。 面对长沙和青岛两地房地产市场的变化,市场观察人士对于未来的走势表达了不同的看法。 在长沙,地产市场的变动引发了业内的关切,分析人士认为市场分化明显,优质地块抢手,而偏远地区则难以引起关注。 国企在争夺地块中扮演主岛角色,地方城市试图通过地产活动带动楼市回满。 而在青岛,二手房市场的价格下跌和挂牌量攀升的趋势成为今年的市场主旋律。 市场观察人士对于2024年青岛二手房市场的预测有所分歧,一方认为市场将趋于平稳,不太可能出现小阳春,另一方认为全面复苏还需时日,需要经济形势改善。 居民就业和收入预期提升,市场才有可能真正回暖。 总体而言,长沙和青岛两地的房地产市场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国企在地产市场的争夺中扮演着主岛角色,成为帝王竞派的主要力量。 长沙市帝王的频繁涌现,尤其是黄兴北路片区的新地块成交,引起了广泛的业内热议。 这块位于湘江大道以东,湘雅路以南,黄兴北路以西的临江地块,总价高达27.58亿元,溢价率高达36%。 这一地块的成交,被认为可能成为长沙首个单价突破4万元每平方米的项目。 分析人士指出,这次帝王的诞生得益于国企的积极参与,通过争抢地块来推动楼市升温。 然而,这种地产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问题,国企兜底的方式或许难以持续,而地方城市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刺激楼市的做法也受到了质疑。 与此同时,长沙县的土地市场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显示出市场的分化之势。 在长沙县出让的八块土地中,五块住宅地块竟然以底价成交,成为市场的一大亮点。 这一现象引起了业内的广泛关注,分析人士认为,国企在地产市场的角色转变,使得市场分化明显。 优势地块成为国企争抢的焦点,而偏远地区则相对冷清。 这一变化对于地产市场的发展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地方城市试图通过地产活动刺激楼市回暖,但在市场的分化中显得力不从心。 对于长沙地产市场而言,国企和地方城市在争夺地块的过程中,市场的活力得以释放,但是否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仍然需要进一步观察。 与长沙地产市场的变动相对应的是,长沙的人设似乎在悄然崩塌。 长沙地产市场的发展模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以往的帝王模式和涨价推库存模式逐渐难以为继。 国企和央企在地产市场的主导地位下,地方城市试图通过地产活动来推动楼市回暖,然而,这一模式在实际操作中是否可行,是否能够引发市场的积极响应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长沙地产市场的变化,呼应了全国范围内地产市场的整体趋势,房企纷纷努力降价卖房回笼资金,而国企,央企和地方城投成为争抢地块的主力,地产市场的发展模式发生了显著变化。 与长沙相对应的是青岛二手房市场的动向,尤其是近期二手房价格的下跌和挂牌量的攀升。 青岛的二手房市场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是卖家普遍愿意降价出售,市场给予购房者充足的挑选时间。 这一市场现象的背后是青岛二手房市场的流动性仍在,挂牌量持续攀升,而成交量则逐渐增加。 贝克研究院数据显示,青岛二手房市场今年的成交量达到64,161套,为过去五年最高。 青岛全年二手房成交冲高的背后,既有政策叠加影响,更重要的因素是以价换量的市场格局。 青岛二手房市场的变化显示出市场流动性仍在,挂牌量的增加并没有阻碍成交量的上升。 这一市场现象与长沙地产市场的分化相呼应,市场分歧导致了成交活跃。 面对长沙和青岛两地房地产市场的变化,市场观察人士对于未来的发展表达了不同的看法。 在长沙,地产市场的活力得以释放,但是否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尚需观察。 国企在地产市场的角色转变,地方城市试图通过地产活动刺激楼市回暖,但在市场的分化中显得力不从心。 长沙的地产市场活力释放的同时,也暴露了市场中的一些矛盾和问题。 帝王频频涌现,尽管给市场带来了一定的提振作用,但国企在地产市场中的角色转变以及地方城市试图通过地产活动刺激楼市回暖的方式,使市场分化明显。 优质地块受到追捧,而偏远地区的土地相对冷清,市场格局变化较大。 这种市场现象使得一些地区的楼市相对活跃,而另一些地区却较为低迷。 地方城市的长市或许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提振市场的效果,但国企兜底的方式或许并非可持续地发展之道。 与长沙的市场状况相对应的是青岛的二手房市场的动向。 在这个城市,二手房价格持续下跌成为市场的关键词,成交量创下五年来的新高。 青岛二手房市场的波动一直是今年市场的最大感触,市场热度来得快去得也快。 近几个月,青岛楼市突然熄火,成交价格也随之回落。 买家对市场持谨慎态度,买家纷纷降价出售,使得二手房市场出现了价格的明显下跌。 青岛二手房市场的挂牌量持续攀升,成为市场的一大特点。 政策解除后,次新房业主着急解套,导致挂牌量的激增。 青岛二手房市场的流动性仍在,挂牌量的增加并没有阻碍成交量的上升。 这种市场现象与长沙地产市场的分化相呼应,市场分歧导致了成交活跃。 然而,长沙和青岛两地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也面临一些共同的问题。 在长沙,尽管地产市场活力得以释放,但国企在地产市场的角色转变,地方城市试图通过地产活动刺激楼市回暖的方式,或许难以根本解决市场的问题。 地产市场的快速波动和分化,使得市场的可持续发展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 与此同时,青岛的二手房市场虽然成交量上升,但价格的下跌以及挂牌量的攀升也反映出市场的矛盾。 卖家的降价出售和挂牌量的激增,使市场的价格下跌成为常态。 青岛的二手房市场流动性仍在,但市场的恢复仍需时间,需要居民的就业和收入预期得到改善,市场才有可能真正回暖。 综合来看,长沙和青岛两地房地产市场的发展都在面临一系列的挑战,需要更为深刻的调整和创新。 在长沙和青岛这两个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动向中,不仅反映了地产行业的活力和问题,也折射出国内楼市的普遍情况。 在两地房产市场的震荡中,投资者和市场观察人士对房地产未来的发展产生着各种观点。 长沙地产市场的兴起,一度展现了城市强有力的供需平衡手段和铁腕调控,成功抑制了房价过快的跟涨。 然而,最近的帝王瓶出现让人开始质疑这一稳定格局。 国企在地产市场中的角色转变以及地方城市试图通过地产活动刺激楼市回暖,使市场分化明显。 一价率超高的地块和高额成本的地价成为市场的痛点,一些曾经明造一时的帝王项目纷纷溃本出售,引发市场对新帝王的担忧。 长沙试图通过放松新房限价来激活市场,但高额的地价成本和溢价率的上升,使市场对长沙楼市未来的走向产生了疑虑。 长沙作为一个房价相对稳定的城市,也因此失去了调控模范声,稳房价模范声的人设。 然而,地方城市对于楼市的刺激和调整并非局限于长沙。 青岛的二手房市场在价格下跌和成交量上升的双重影响下,展现出不同寻常的活力。 成交量创下五年来的新高,但市场的波动却较大,买方市场的出现导致卖家纷纷降价出售。 挂牌量的攀升和成交价格的下跌形成鲜明对比,青岛的二手房市场的矛盾较为尖锐。 解除限售政策后,次新房业主着急解套,导致挂牌量的激增。 二手房市场的流动性仍在,但市场的恢复仍需时间。 在这一过程中,市场成交量的上升得益于倚价换量的策略,但市场整体的调整尚未完成。 长沙和青岛两地房地产市场的动向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国内楼市的共性。 房价泡沫,溢价率居高不下,成本压力,上升等问题成为多个城市面临的共同挑战。 地产市场的波动和不确定性使得投资者和市场参与者更加谨慎,成交量的上升往往伴随着价格的下跌。 在这种情况下,各地政府试图通过不同的手段来刺激市场,但效果并不总是如预期般理想。 长沙的放开新房限价和青岛的解除限售政策,都是地方政府在应对市场波动时采取的措施。 然而,这些政策在短期内或许能够刺激市场活跃,但从根本上解决房地产市场的问题仍需更深入地思考。 长沙和青岛两地房地产市场的发展都呈现出一些共同的趋势,即市场波动大,房价压力加大,流动性仍在等。 这一现象与国内宏观经济形势密切相关。 长沙的地产市场虽然在短期内释放了一定的活力,但却面临着溢价率居高不下和成本压力上升的问题。 而青岛的二手房市场虽然成交量上升,但价格的下跌和挂牌量的攀升表明市场仍处于调整期。 这两地的现象或许是国内楼市整体走向的一个缩影。 地产市场的发展需要政府的引导和监管,更需要结构性改革和创新。 在当前宏观经济压力加大的情况下,楼市的未来发展趋势仍然充满不确定性,需要进一步关注。